近日洛杉磯警察局因涉嫌 曾在涉及被渡车辆的执法过程中使用暴力被起诉 事件发生在2020年2月 原告Shaylon Shauna Sen 和Shabani Balzaver 正在位于Los Feliz的新住所外 至少10名警员 错误地将他们的U-Haul Truck 仍作被渡车辆 对原告举起枪并将他们禁倒在地 San表示当时他甚至没有时间 搞清楚现场状况或进行解释 律师Rebecca Brown指出 洛杉磯警察局根据数据附中显示的 疑似被渡车辆讯息 而进行暴力执法的行为 涉嫌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 并称根据洛杉磯警察局的统计数据 这些疑似被渡车辆中 有超过七成并不是被渡车辆 洛杉磯警察局长Michelle Moore 则表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遗险 而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 天下卫士记者编辑报道